第六十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吴康仁 吴都青年 吴康仁是我们听战和双方 全片舞台词 仅凭肢体神情及充分表现人物的内恋绝望 一举一动 皆紧紧牵动着观影者的情绪 是一次极具魅力的演出 谢谢评审 所有入围的人 所有入围的朋友都不侥幸 我们都应该值得为我们所拍的电影骄傲 但我相信我们都不会自满 因为我们真的很爱电影 我真的很爱表演 谢谢你们 陈德耀 我真的要非常非常谢谢你 因为 没有你这个弟弟 我在马来西亚真的语言不通 我可能会很危险 谢谢你陪着我去到很多移工的地方 跟我一起同鸡的屁股 那 谢谢你 希望你之后来台湾拍戏 可以顺顺利利 不爱你 其实我刚刚要讲的是 我真的要说的是 因为我前面几年没有经纪人 然后我让我自己有这样的累积 其实有一天突然发现 我自己整个人演员似乎有了重量 那那个重量是我碰到新的导演之后 因为我常跟西导演合作 我碰到西导演之后发现 其实他们比我还紧张 他们的紧张感不亚于我 所以我一直觉得 原来我已经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 其实我要谢谢我的老师李奇源导演 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演员可以 有很多演员是可以把自己的戏演好的 这种演员很多 但是如果可以帮助到其他人的演员 更来人可贵 那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像辛杰姐这样 能够被她酸提息吧 那我也希望我可以留住她 教我的经验 把那一份对工作的专注 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过 其实自己觉得 对于工作已经够执着或疯狂了 但是辛杰姐 李辛杰比我还疯狂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可以把她 她所交给我的东西 分享给其他年轻的工作朋友 那 如果有其他年轻的工作朋友 可以来跟我讨教她曾经教过我事 我一定会大力的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用眼睛眼心之类的 那谢谢 已经已故的陈慧玲导演 那 其实我在她 最后要离开之前 我在她的床边 因为我们大家都陪着她 然后我握着她的手就是 我25号金马奖 你确定不要撑个几天吗 然后我想说 如果我拿了怎么办 拿了你会相信吗 那个从以前五个字都讲不好的演员 到拉背都可以挡到女主角的脸 的一个演员 你会相信我拿得到金马奖吗 那 真的拿到了 然后我很 很感谢她 因为刚刚在已故的演员当中 我有看到她的名字 然后看到她的照片 其实那时候我就已经很动容 那因为不如今年前面几个讲 漏空了 然后其实坐在她的旁边 我蛮紧张的 对 因为她这个低气 感受到 所以 我是觉得 因为前几年的这样子累积 我也非常任性 非常 非常叛逆的把自己的身体操了一遍 那我自己觉得在40岁也够了 那接下来很期待新的片 然后新的工作 不一样的自己 继续拍片 谢谢